大家好 很久不和大家做自然治愈洲机 很久不和大家駕鞋做自然治愈洲机 我们今天駕鞋的不是二轮 而是四轮 因为外面比较热 艺激 而且大家可能看到外面比较多云 所以最近駕鞋鞋也不明智 尤其是接近雨季的时间 今天我们为何会駕鞋私家车呢 就是因为我们被邀请出席一个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在哪里呢 就是在黄金海岸 大家知道我们近四个月 这五个月已经没有駕鞋一段时间 甚至我打算卖我的690 SMC R出街 我正在想 如果我在东涌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到黄金海岸 它又不是地铁站沿线 我正在搜寻 我发觉这条路非常迂回 所以我就想 咦? 不如我首先回到石蔭 然后再拿家的私家车駕鞋 駕鞋就可以了 我完了之后 又可以駕鞋私家车吃 晚上和家人吃饭 整件事就很合理了 所以就有这一段路程出现 我亦想不如很久没有和大家駕鞋 做自然治愈洲际 不如试试做自然治愈洲际 就是这样了 更快有什么要和大家更新 因为我没有駕鞋四个月 我还是一直坐地铁 我发觉坐地铁真的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因为我最近发觉 原来坐地铁可以取得那些资助 不知坐地铁如果坐了一个月 还是不知坐够 不知如何 符合某些条件之后 地铁会给你资助 好像又便宜了一些 我便觉得 原来地铁可以这么便宜 再加上最近 政府是将电单车 这件事在香港叫赶尽杀绝 我公司有个同事也是铁电单车 他跟我一样 有时铁电单车通勤代步 但他铁绵羊 他真的非常粗用 我们大家都面对一个问题 例如回到公司要泊车 有时没有位置泊 他比较聪明点 会把电单车泊在后巷 而我便没有怎样做这个动作 我以前也考虑过会拍后巷 即是我驾驶小Monkey的时候 但考虑到现在 我因为东涌也没有位置泊车 所以我已经选择了不驾驶电单车 那便是 之后 我和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也说过一句话 政府好像是把香港的电单车赶尽杀绝 这四个字 我便在想 有时也挺合理的 政府派消费券 他派了很多钱外出 他又想赚钱回来 我们政府又不特别想 这些可能是向其他开源截流的方式 其实他也是开源截流的 但他们开源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驾驶路面使用者上开源 意思就是他们会选择多些牌 勾车 这些真的下雨 真的下雨 我相信一定不能够我的 我只是一条小缸 因为我为了设计这个镜 所以我要开了一个天窗 才可以把我3-6-0捉到外面 今天发布会 駕电单车去的人 应该就会叹湿了 香港駕电单车 有去的苦房 在夏天雨季的时候 so sad man 唉 是的 我觉得近来很有趣 我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 可能在电视 无论是电视 东章西莫 空窗闸 什么一线搜查 大家都很不谋而合地 开始说香港电单车的驾驶问题 我就发觉这个问题终于被社会证实了 他得到他应该有的注意力和触目 我觉得是挺好的 开始给到压力政府和运输处去做些事情 然后开始有很多政府政策 例如清洗车 又开始骨毁出来 新骨毁 是开始有些改进的 但是我又不太觉得 这件事好像解决到一些核心问题 之前有个说法 有个数字 全香港有大概7万多架电单车 而路面上的骨毁大约只有2万多架 政府又不够钱 又要不停抄牌 就好像明显 针对这群本身都没有骨毁的电单车使用者 就是我们 好了 当我已经开始觉得 算了 抄牌收得这么厉害 不如我试试找位泊车 骨毁一来没有 我找附近的停车场 很多停车场又不让电单车进入 即是 去到好像私家车 出街开车来一定要泊停车场 电单车好像是 我打算泊停车场都没得泊 再加上政府前排不是加排费吗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们加排费 好像电单车没有加排费 但其他车款全部都加排费 好像有个感觉 是想不鼓励人駕私家车 反而鼓励人駕电单车多些 我逼人去考电单车车牌 再自大一点说 我们这个频道 再加上香港的不同电单车频道 过往不停地去怂恿人駕电单车 某一些 就好像令到很多人都去考电单车车牌 好了 考了电单车车牌 回来之后 就发觉原来香港是没有位置泊车的 政府在这个时候 等很多人跌入了电单车坑之后 就开始大力地抄牌了 真的好像阴谋论的说法 好像摆明切局出来 等政府可以赚多些钱 真的 真的 差点这么说 过云雨一场 What the F? 黄金海岸 那我不是要兜牌 我会不会迟到呢 应该可以的 但这边我不太熟路 应该是照去的 我相信 真的下雨 好久没开电单 好久没开车 好久没在马路上开车 有4个月 但其实 我刚刚月头去了日本 在日本那边开车 看到电单车到街 也有一种体会 其实香港好像不太鼓励人 开车 一来香港的交通设备 也算是比较完善 我觉得地铁也挺好的 除了前附近某些地铁也有的黑路 之外 先看看 我要去的是这一边 改道 走到这一边 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 在日本开车真的挺开心的 我发觉 我不知道是日本的车改了 还是他们那边的油价便宜 很便宜 我在日本开车 铁了5-6天 我入油才入了两次 而我真的每天铁了几个小时 铁了几百公里 我有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日本的车 可以走到几百公里 铁了一次油 是否那一架车呢 还是大部份车都是这样的 因为日本是预理会 穿州过省地开车呢 再加上那边的油价 好像真的很便宜 对比香港那时 就好像 油价又很贵 先看看 我们要走到这一边 去黄金海岸 看看 它是拍摄还是什么呢 很有趣 交通改道 是不是那里有些 我不知道是否拍摄 我的脑子是自动联想 就是拍摄 有很多电单车 有什么电单车有 还有 还有巡航车 我觉得挺漂亮的 是的 有些什么近两 就是有些 政府赶紧杀绝电单车界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同感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没有近期间 刚刚考了牌 正正是这一两年 开始考了牌 电单车牌 买了电单车 想着通签代曝 之后就遇到 马路上有很多 抄牌的情况 这些 如果有的 大家可以留言 分享一下 因为我最近和一些 可能都是在 电单车业界的朋友 聊天的时候 都说 是真的摆明 今年好像有个 好 有个现象 是很多人想卖车 不只是我 我想卖车的感觉 是好像巧合地 在社会上 很多人有这个同感 因为正正就是 我根本开车 回到公司附近 找不到位置泊车 而你又抄牌 就算我不介意 上班被人抄牌 我回到家泊车 也被人抄牌 的时候 因为车位不够 这个问题 就会有个好像 是呢 就是 变相在电单车界 是逼了很多人 有这个想法 算了 我还是不开车一段时间 其实 贴地点 坐车 坐巴士 小巴 地铁 挺好 是的 之后就开始 我又好像我一样 发现原来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资助 交通津贴 之后 变相电单车 就好像是一个 假日玩乐车 如果你真的通勤代部 是非常不利的 是的 对通勤代部的电单车 用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这部车的brake 好像有些不太好玩 但这部车也有些旧 其实这部车是家车 有承诺上 这部车的车是我的弟弟 或者是我的家人 我们快到黄金海岸 要去的地方 我们今天去的地方 是一个 好像是私人地方 住宅里面的会所 其实 行好他们有停车场 车位 而那个停车场 是可以被电单转入的 12点钟开始 黄金海岸这些地方 好像是 你要有车才方便 除非你是习惯巴士 或者是小巴 但我住得在这里的人 其实都是有车的 是的 好像我最近有一个领悟 就是 其实香港驾驶私家车 是可以跟电单车 差不多价钱的 就是 我过往一直有个印象 就是电单车应该便宜一点 而现在 因为拍车 又不用拍车 骨位 之后 隔车又好像 假设要保养维修 一些东西 但其实 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 看你很幸運 我最近知道 一些朋友跟我说 在香港 有些人玩车 可以很便宜的车 也很便宜的车 也很便宜的车 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如果家里拍车 有车位 外出拍车 又会找车位 所以已经习惯了 一个开始 其实 对于一个电单车使用者 不习惯拍车要付钱 这个状况来说 突然拍车要付牛肉肝 是好像很舒服的事 反差太大了 本来我预计很少 怎料突然设计一声 一个月可以抄五、六张 六、七张、七、八张 可能跟私家车的车位差不多 好 好 先看看 我们要去目的地在那边 所以我又在前面 找个地方U-turn 但这里写明不可以U-turn 停车场入口去哪里 其实这里不是封了 那里应该是停车场入口 我猜 有什么办法可以健康地U-turn 就是转入黄金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近况 一起 大家有没有都有这个 买车的冲动呢 还有另外一个 我也觉得有些尴尬的位置 就是 我又感受到 香港有些品牌 开始想推一些 可能预理每日通勤代步的 电单车车 或者是360 cam 开始有些品牌想推行 这个叫做 每日开车 通勤代步的电动电单车 而尴尬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通勤代步 或者你是银食地 这样开电动电单车的话 虽然你是会省到有钱 甚至我最近发觉 有些电动电单车 其实如果你做一些轻微的改装 可以由它厂方的 可能本身的续行公里数 一下去到300公里才需要充电 那300公里才需要充电 那300公里才需要充电的 电动电单车 还要比你没人用 还要入场的价钱是好 不贵是非常吸引的 我自己也有这个冲动 想买一架 那个品牌的电动电单车 之后回来自己改 但是正正面对了 一个泊车的问题 就算我很聪明地 很新潮地去做一个动作 就是买一架电动电单车回来 再改到走到300公里续行 铁骑馆? Harry Hing? 我也是要给泊车的 尤其是我每天找食 铁骑电动电单车做外卖 就是这样 最终我要给泊车钱 而重点就是泊车钱 它不是fixed team 是不知多浅 因为是一个彩数 收牛肉杆 看好一点 这个时候分心一走错路 我就要走到前面 汇船主再兜回来再U-turn 因为这里是有位置入 我看前面的电单车 是否转人去先 应该是 今天有活动 通常聪明的人 就会把电单车放在外面 看不看 好像这些呢 看不看外面呢 你和我说Fu Are youFu 不是 那裏是Fu 这裏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这样开车的 应该是 20元这个车就对了 21个车位就对了 知不知道用Apple Watch 不要处理 因为我手 我左手带标 但我平时开车 香港是犹豫的 所以有时 如果你 取出标 再拍八达通 好准备 yes 好了 先看看 通常拍车 就打算拍一个 可以方便搭车走的地方 的 访客车位 在纯别前面 在纯别前面 很难啊 你自己就位更适合 卡路的耳机 和喇叭 希望大佬比 更加更好的音乐体验 拜拜 我也走了 我也走了 你转声拿的话 给我听 你转声拿的话 给我听 先体验一下 大家转声拿的话 跟我说一声 先走 你转声拿的话 说一声 你转声拿的话 我打声 是啊 他现在音乐也消融了 先想一下 看能不能这样 痛不出来 说话 做一个性质 说计算 接受任何问题的使用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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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